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婆 欸 家要去哪啊 今天呢 我們在城大附近的東風路上 有一次呢 誤打誤撞呢 吃到一家平價的義大利麵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今天就帶大家一起去吃 我們走 I love the way you're touching me Electricity what you're doing to me I love the way you scream my name And you're crazy games Go the way you tease me Just one more time 好啦 我的菜都上來啦 結果滿滿的一大桌了欸 嚇死人了 來 先喝個湯 先喝個湯 它湯上面還有一個小小的這個 麵包 那是麵包喔 對啊 你以為是餅乾欸 不是吧 那麵包吧 我吃吃看 麵包 軟軟的那種法式麵包 很濃欸 我這個湯我喜歡 這什麼湯啊 它是那個白醬奶油濃湯那種感覺 真的還滿濃的 嗯 很濃 它像那個什麼巧達濃湯啊 奶油味很重 你可以沾著這種麵包吃 吃吃看 酥酥的香蒜麵包 欸 好吃欸 嗯 嗯 我想跟大家講啊 為什麼我們在這個 這麼空曠的地方呢 因為這是他們的二樓 一樓已經滿了 它讓我們在二樓 這裡其實是他們之前那種小包廂 可以讓大家在這邊聚會 有機會齁 因為大家來這邊吃 來這邊跟大家聚會一下 它還不錯 好 我先吃一下我的餐點 我先量一下攝影師 來看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攝影師量這樣 舉好啊 有沒有 看起來是不是很豐盛 它這個 我們扁一圍的青醬 沒有沒有沒有 青醬 我試試看 偷吃一下它的雞肉 因為我的擦著它沒有用過 有一個橄欖油的香味 它青醬很輕欸 就是那個我們說的那個 九層塔的味道 對 滿滿重的 可是很香 還不錯 還不錯 我先來吃一下我的 超澎湃的耶 一百多塊就可以吃到 這樣的一拉利麵 真的是很爽 這是鮭魚 鮭魚很鮮嫩耶 黑棚麵 嗯 蕃茄味超厚實的啊 我很喜歡這種蕃茄味 然後混著海鮮的味道 這超讚耶 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蝦子 他幫你活完渴啊 對啊 好貼心喔 這種平價一般面有這樣的服務 真的很棒 最後我偷一下你的那個 橘烤吃一下 來來來來 我來看一下橘烤 他說邊邊會很燙 摸啊 摸快點 應該怎麼辦 摸啦 應該還好了吧 還好了 還好還好 怕屁喔 喔 我會怕燙湯啊 我是我們 目前 這一個頻道的 顏值擔當的 我燙湯怎麼辦 你怎麼講這種幹話 實在踢不下去了 你知道嗎 我有沒有看到 我看到 哇 哇我要偷吃你的 不管了 這看起來好好吃喔 等一下 我見一下 它是第一隻耶 好大口喔 我覺得我一定會燙到耶 怎麼辦 好吃嗎 好吃 我覺得很燙 它下面還是燙的 因為我們已經拍那麼久了 還會燙喔 下面 它有點微微的燙 真的喔 嗯 很好吃啊 油脂包住 它鼻管麵做的 跟它這個一代麵不太一樣 是它一代麵保留一點點麵心 可是鼻管麵是整個柔軟的 然後加上橘烤 然後白醬的包住 好好吃耶 它這個 我個人很推薦喔 好吃好吃 如果你真的在吃不飽的話 來 我們來點一個炸物拼盤 等一下吃一吃 最後再跟你分享 然後我們 等一下 吃飽了耶 食困啊 這麼快就食困了 越來越沒動頭了耶 真的耶 中途就食困了 有沒有什麼 阿對睡了啦 阿不要賣死吧 對 沒有啦 真的 說真的 它的份量啊 我個人吃 我是覺得 會飽 因為呢 我還有點套餐嘛 我加一個A套餐 加個30塊 有一個濃湯啊 然後有一個小麵包 其實我個人覺得 再加個 它的麵啊 整個這樣的份量 完完整整的 剛好一餐 都多喝吧 都多喝吧 如果是學生來呢 學生如果你是青壯年時期 像我這種青壯年時期 應該 應該啦 不是奧校年時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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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你是青年時期 就是還能唸出的學子 比較會吃的話 可以加麵 加麵多少 5塊而已喔 對啊 這樣滿便宜的 真的 而且它的醬料啊 我個人覺得 它不會偏很厚重 那種香料味很重 但是又不會偏太淡 剛剛好 然後巴上它 剛好的那個麵體 它煮的是 還有一點點麵心感那一種 那一代麵真的好吃 它的麵 沒有很軟 對 然後就是人家 但我喜歡吃硬麵的 應該會很愛 可是又不是腳不爛 它不會有明顯的麵心 對 但它就是有一點點口感 有一點硬硬的口感那一種感覺 如果你喜歡吃偏軟的 也有一個選擇 鼻管麵 鼻管麵就比較柔軟 鼻管麵真的相對更軟一點 對 比較柔軟一點 可是一樣 巴醬吃的效果都很好 我們吃的焗烤啊 青醬紅醬都很好吃 我個人真的覺得 然後 它的後面還有炸雞 我們還點一個炸物平盤 那個也蠻好吃的 對啊 那個炸雞也有淡淡的中藥香 真的喔 對啊 我就沒有吃出那個感受 在那個皮跟那個肉的中間 因為我都吃雞米花而已 都吃雞米花而已 對 炸雞都我這麼買 雞米花就是一般的那種 軟軟的雞米花 對 然後表皮酥酥的 也蠻好吃的 好吃 其實它這樣一個拼盤 你看有一整隻 因為它是小腿加大腿 然後再加雞米花又有薯條 這樣一百三 也是蠻便宜的啦 嗯 它那個不是小腿吧 它那個叫腿骨吧 就腿骨加一塊那個 雞 雞塊啊 雞塊啊 雞腿塊 就雞腿跟雞腿骨啊 上面那個就叫雞腿骨啊 對 對 小腿是雞翅上面那種 那叫棒棒腿 那就是小腿啊 嘿嘿嘿 我們這都算大腿啊 對啊 就是整隻的大腿都給你啦 還不錯啦 因為這家 我說真的 環境真的很舒適 因為它簡單的幫你就是弄一個優雅的環境 然後讓你在裡面吃個義大利麵 但是 但是它的單價 卻是平易近人的 它很適合我們那個城大的家具啊 啊對啊 家具啊 我們那種家具都會四五個學長 嗯嗯嗯 然後請一個學妹嘛 或者請一個學弟嘛 我覺得只會請學妹吧 喔 沒有啊 我們大一都是不用付錢的 喔是喔 對 那我們就會去那邊吃 像這種就很適合啊 對啊 它那個空間大概都有四五個位置 對 一桌的那一桌 我們做那個二樓 好像可以容納十幾個人 喔真的喔 對啊 說明也可以叫他包下來啊 欸可以喔 我們自己也來辦一個嘛 自己的坡家軍家具 你知道嗎 你辦的坡家軍喔 看不然會來 欸啦 來 要來的下面留言 下面幫我留言 真的 我們盡量盡量跟大家多一點現實的互動 然後如果你真的很喜歡吃義大利麵 這家我個人真心推薦 有機會來吃吃看 然後它在東風路上 大家來吃看看 好啦 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分享 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喔 下面